中美洲国家宏都拉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获得了主兵国身份 很多宏都拉斯参展商都期待能够在这一次进博会上翻开中红贸易新篇章 一起跟随记者来看看宏都拉斯出产的咖啡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上海进博会的 咖啡是宏都拉斯最主要出口产品 去年对该国经济贡献占到23% 创造了超过14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科内克斯是一家实践于2021年的宏都拉斯咖啡企业 目前拥有10个高原农场总面积达200公顷 这个咖啡农场它的海拔非常高 在1600米左右 所以我身边的这个咖啡的植株 也就是高海拔地区的咖啡 它的特色就是咖啡豆是生长期会更长一些 成熟度会更慢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个咖啡豆 还是完全绿色的 还是生的 等它完全成熟呢 可能要到明年的1月底 到2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 咖啡豆会变成完全的红色 这家咖啡企业的市场部经理米歇尔说 宏都拉斯的咖啡级别 根据种植地海拔高度进行划分 非常优质的咖啡豆 往往来自海拔1500米 至1800米的地区 高海拔地区通常比较凉爽 温差大 有助于咖啡豆缓慢成熟 从而使咖啡风味更加丰富和平衡 通常 咖啡果经过采摘 发酵 干燥 去壳等处理过程之后 以生咖啡豆的状态装袋储存 在条件良好的状态下 可以将品质保持8至9个月 而烘焙咖啡的新鲜度只能保持6到10周 之后咖啡豆的很多特质会逐渐消退 为了给上海进博会带去最优质的咖啡 米歇尔和同事在来上海之前 一直加班赶制烘焙咖啡样品 我们必须做它在最后一刻 所以我们保持冬天的新鲜度 我们就离开科迈亚瓦去上海 我们来帮你所有的好咖啡 再见 再见 你好 上海 这里我们来到 米歇尔说 中红两国建交后 他曾经作为咖啡业代表 到过中国的三个省份考察 他发现中国咖啡饮品市场 具有巨大潜力 虽然目前中国人 对宏都拉斯的咖啡并不太了解 但米歇尔对自己的产品 十分有信心 Conex as a company Honduras as a country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why? because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recognized through the world so our beans s have a natural taste that has a sweetness and a subtle acidity that is unique in the world for the best consumers we bring the best coffees 优优独播剧场合成